这个答案之前让我们一起用热烈的掌声 请上我们今天的一位特别来宾 就是我们孟杰品牌的代言人肖战 有请 欢迎战战 哈喽哈喽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啊 现在是夏天的时候了 对 跟大家问个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杰品牌代言人肖战 欢迎战战 今天是这个夏日风的打扮很清凉 没错 是为了迎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讲到孟杰 作为孟杰品牌代言人 这次是第一次来孟杰的活动 对对对对 是的 什么样的感受 很兴奋 然后也很开心 可以和大家一起共同来期待这个孟杰的黑科技 到底是什么呢 我也是 我都在想到底这个黑科技新品会是什么样的 没错 但是讲到这里 其实之前我们看到 战战跟这个孟杰同框的画面有过不少回 拍广告啊 对对对对 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画面 印象深刻的画面的话 我先说一个感觉吧 就是很舒适 无论是场景的设计 还是孟杰的产品 然后给我的感觉都是很舒适感 很强烈 然后很多观众也特别喜欢那种居家风的战战 还有人说那个在广告片里看到 战战的肌肉线条特别好看 男有力满满 确实是 因为我们的孟杰一直带给大家很好的床品的同时 也是希望带给大家真正有助于我们睡眠的这种体验 也想问一下在你心中孟杰是个什么样的品牌 在我心中我觉得孟杰是一个非常注重睡眠健康 也有非常的探索精神的一个品牌 对因为一直在不同的世界各地去寻找好的原材料 好的设计 然后把各种各样的专利技术融合到了我们的床品当中 其实我不知道战战有没有这种感受 现在大家生活质量提高 其实对于很多生活的细节都非常的有高要求 那可能我觉得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够精致生活 其实从他的床品的选择上就能看得出来 大家现在对于床品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样化 可能有的人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 甚至到不同的季节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追求 马上到夏天了 战战夏天你睡觉有什么困扰没有 夏天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很怕热的人 我也是 所以我其实会选择比较清凉 入气然后舒适感 让我觉得很舒服的这样的床上用品 这是你在意的地方 因为确实夏天一到这个晚上的时候 有时候先盖着被子睡吧 你觉得好热盖不住 然后你就把它踢开了 然后睡到半夜的时候又凉了 然后甚至可能很多小朋友 或者是长辈 他容易因为反复的这样就免疫力不太高 容易感冒 对 容易生病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你看讲到这个生病 就顾位的上身了 很关心大家 因为我知道 时间余生 让很多人都爱上了顾位这个人物 就是大家还是得注重健康 其实睡眠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 睡眠健康 是的 刚刚詹詹的建议是找一些透气的你觉得对不对 还有什么办法你觉得可以让我们睡眠质量夏天的时候比较好 我觉得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用到空调吧 所以可能会把一个房间的温度先调低 这个时候就会选择一些比较有透气感舒适感的一些被子 然后可以盖着也不会觉得闷也不会觉得热 是的 然后温度就会刚刚好 温度也刚刚好 其实就是不冷不热的状态下去睡觉 这样睡眠质量是最好的 而且能够一觉睡到天亮 没错 所以今天我们的孟杰带给大家的黑科技新品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非常期待 那接下来我们就让詹詹和我们一起来见证 孟杰今晚要带给大家的黑科技夏日新品 请开大屏幕 哇 这个有点酷炫的感觉 三加一的亲肤的冰感面料 哇 这个我觉得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很具象的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圆形的线条的液体的分子 它做了不同的分解和组成 讲到三加一 我也简单的跟詹詹分享一下 三加一其实它里面说的三是种 是讲的是三种的冰感天然纤维的原材料 然后它通过一种特殊的这个叫做组织 纺织的配比然后把它变成真正能够在肌肤 附近的时候迅速散热的这样一种面料 哇 没想到现在床上用品已经卷得这么厉害了 真的 就是我还想这个如果我们孟杰能把它做成衣服也挺好的 让大家夏天穿的时候也会非常的舒适啊 其实确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 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睡觉的时候如何散热啊 然后如果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加平静 我不知道站站有没有这种习惯 睡前像我我爱刷手机啊 就是可能会 我也会 是不是人在入睡前通常会比较浮躁一点 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片刻啊 对对对 你睡前有什么爱做的事情 就听听歌什么的 所以其实如何找到一个快速入睡的状态 这个也非常重要 不仅仅是体温的下降 我们的内心其实心理上也要慢慢的平静下来 对是的 所以就得通过这种很高科技的棉被 然后让自己平静下来 是的三加一的这个冰感而且很轻浮 能够快速让我们慢慢的这个平静下来 接下来我要给你出个考题 我们准备了三个不同的面料 其中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新品 三加一的这个冰感面料 你来猜一下好不好 OK没问题 来 哇哦 有点感觉有点难哦 那我先一个一个来吧 你可以分别触摸一下 左边这个 感受一下 好 感受一下 好很认真 这个很明显啊 真的吗 中间这一块对吗 你觉得是中间这块 对 因为它很轻薄 然后它很透气 然后它接触到我的手背的时候 有一股清凉感 很明显 真的 这是个送分题 我这么摸也是啊 首先重量重量就不一样 这个重量就会轻很多 嗯 所以我们战战今天的回答 正确 恭喜 哎这个确实很简单 而且就像战战说的 它非常的轻薄啊 而且这里面其实讲到这个 真正我们不能就是口说无品 有一个数据啊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 叫做Qmax值 这个Qmax值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织物是不是能够瞬间的 给到我们一种量感的体验 那我们的这个孟杰的这个三加一的冰感面料 它的Qmax值是其他的棉类产品的这个五倍 所以刚刚战战能够摸到的时候就能够快速感觉到 然后你刚刚还说 它有一种柔软的感觉 对它很柔软 你要不要拿起来看一下它整个垂垂的这种柔顺感 其实这个真的做衣服的好像应该还不错 对不对 我也觉得很好奇 这样的面料 其实我们孟杰可以多多的把它应用到各个方面 它非常的柔顺 而且非常的垂坠 它的这个原因是因为它里面很环保的运用了这个安树的木浆 然后它这个天丝的成分呢 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触感很舒服 然后它在这个使用的触感上面也是非常的柔顺 然后在我们躺到床上比如说盖上这样的被子的时候呢 也会同样感觉非常的舒适 而且不会有压迫感 因为它很轻 对的 很怕就是睡觉的时候被子太沉 对其实我挺怕的 是不是压得透不过气 很闷热 而且我们刚刚讲三加一嘛 三是指着三重的这个冰感的科技 你知道这一是什么意思吗 不太觉得 我来提醒你一下 一讲的是一重的氨基酸 氨基酸 是不是有点厉害 氨基酸你会想到什么 氨基酸好像以前接触的一些护肤瓶里面会有氨基酸 是的 但没想到面料里面也会有氨基酸 说的完全正确 我们通常可能在护肤的时候知道氨基酸它能够保湿啊 筑成一个保湿的瓶障锁水嘛 但其实我们这次的梦杰把这个黑科技的一重氨基酸 加入到了我们的冰感面料里 那它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也不用担心我们皮肤太干燥 它也能够锁水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美容教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真的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躺在床上 特别是有些被子接触到自己的脖子啊 面部的时候 我会容易就是 因为我是南方人 所以我到北方之后 我身上会有一些干 会有一些不适应那种干燥的气候 特别是秋冬的时候 更加烟 那这个被子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3加1的这个非常棒的冰感轻敷面料 又可以让你柔顺的体验 而且还能够给你带来一种非常就是对皮肤很保湿的一个感觉 再来一个问题我觉得应该难不到你了 就是我们皮肤 人体皮肤 我们刚刚说到 它有一个酸碱PH值 你知道大概人体的PH值是在什么程度吗 若酸还是若碱一些 酸吧 回答正确 所以这个若酸的PH值也是对于我们这个孟姐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在我们制作这个冰感面料的时候 它也同样把它的PH值调到了一个若酸的状态 所以更加的轻肤 不会破坏我们人体的一个酸碱平衡 然后就好像一个第二层的肌肤一样 温柔地覆盖在我们身上 哇 掌声送给我们的3加1好不好 真的很厉害啊 想得很周到 谢谢 站站回答正确啊 全都答对了 确实是我们在睡觉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很多 所以见证了这个新品的黑科技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是一个对睡眠要求很高的人 因为我工作一天累了一天之后 躺在床上还是想要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没错 所以我觉得孟姐很好的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环境 让我们能够 其实我觉得让大家在使用孟姐产品的时候更放心 然后也会更信赖 因为真的是66年的老牌子 给大家带来了很多这种不断突破 因为一直在研究新的科技 所以到底我们这个全新的3加1的 冰感轻浮面料 它如果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的场景当中 它会是个什么样的呢 马上我们就和我们的代言人肖战一起到下一个场景来体验一下孟姐的黑科技 没问题 有请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孟姐的新品体验区了 看看它 要不要摸一下 原来就是你 就是它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张家一起见证了 我们刚刚发布的3加1的冰感轻浮面料 做成的一个冰感被 什么感觉 真的被子来了 确实挺凉的 温度挺低的 现在就想裹着它 就想午睡一下 好好的睡一下 这实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手感 而且这个你看到它是不是也觉得设计不仅仅刚刚讲到黑科技 它的颜值也并重 它这个颜色请点评一下 是一种饱和度很低的一种蓝色 这种蓝色其实会让人很有舒心感 很舒服 对至少对于我来说是很放松的一种 你也会在家装的时候家里的这个选择一些比较低饱和度的床品 对不对 会会会会 基本上就是以灰色 然后浅蓝色这种饱和度比较低的这种颜色为主 巧了吗 灰色浅蓝色 还真是 全有了 然后做了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搭配 能够让大家在这个进入到卧室的时候 我想整个人就会很放松 就是能让大家很舒适 而且这个我觉得全家都会喜欢小朋友啊 长辈啊 也都会觉得这个很舒适 这样冰感被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有这样全方位感受到自然冰感的冰感被之外呢 而且你知道吗 它的内心是从这个高纬度天然放养的蚕丝而获得的 那孟杰一直不断的追求更优质的面料 更加降薪的工艺 所以我们在全球呢 争选了各种各样顶级的原材料 在行业里面呢 孟杰也是唯一一个和六大 全球六大的奢侈品的珍稀原料供应商有战略合作的品牌 所以在这个孟杰拿到这样一个优质的蚕丝之后呢 经过科学的处理 是可以直接放到洗衣机里击洗的 就是以往我们其他的这个棉被啊 羽绒被啊 它里面的那个被子是不经洗的 因为一洗那些容易散开 或者变成一坨一坨 但是这个蚕丝它是天然放养的 所以它可以放到洗衣机里直接洗 那这个还挺不错的 很厉害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朋友可能他自己对于换四件套觉得很麻烦 对 确实很麻烦 换起来也挺累的 那这个如果大家要保证健康安全 也不自身细菌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丢到洗衣机里去洗就可以了 那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因为夏天比较潮湿 对 自身细菌 所以这个可以放到洗衣机洗还真是挺不错 能够给大家生活带来又方便又安心的一个陪伴啊 当然如果大家喜欢有这个四件套的话呢 我孟杰也做了很多 像我们的左手边 大家可以看到有很漂亮的这个四件套 也同样是用冰杆的这种材质啊 给大家做了很好看的高级的这个蓝色啊灰色的一个拼接 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又温柔贴肤 很有设计感 对 好 那接下来我们除了有这个冰杆背之外呢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周到的各种各样的新品 也跟湛湛来借这个机会分享一下 先给湛湛看一个这个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这个是 它叫果冻枕 哦 这是枕头啊 你要不要摸一下它的这个触感 你可以使劲地摁一下 它这个 这上面有很多凸起的这个元素啊 这个是 这个凸起呢 它的一个官方的称谓 就叫做黑科技果冻球 它像能量球一样 它会根据我们人体的这个压力 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回弹力 就像刚刚你摁的时候会感觉到 对不对 嗯 什么样的感觉 很Q弹啊 很Q弹 就跟果冻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果冻枕就是能够像一双手一样 拖住你的这个脖颈的部位 肩颈的部位 然后有360度柔软的承托 在你睡觉入眠的时候 完美地贴合我们的身形 嗯 是 而且它中间啊 中间是线下去的 对对对 正好把脑袋搁这儿这样 是睡觉 嗯 很舒服 带走 哈哈哈 必须拥有 一会拿走 孙哥在这里哈 因为确实是这个睡眠的时候 大家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白天现在大家可能写 打电脑啊 然后玩手机啊 容易肩颈造成一点的压力啊 那所以大家在睡觉的时候 如何把肩颈的这个部分的肌肉真正的放松 这是对睡眠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入睡眠的状态啊 所以让大家能够在睡眠的时候也得到一个休息 嗯嗯 当然自己在这方面睡眠这方面你对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其实枕头我还挺看重的 嗯对床上用品其实我都挺看重的 是的 我睡眠不太稳定 时好时坏 那你喜欢侧着睡 还是正着睡 我都可以 都可以 那也对 因为我们这果冻枕 无论你侧着睡 还是正着睡都合适 它是全方位360度 能够承托你的 所以这也是特别推荐 给这个睡眠方面 选择枕头上面 有一些困扰的朋友 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的孟杰的 这个新的黑科技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枕头其实也有 很多不同的讲究 除了能放松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正在没有这困扰 我会就是 夏天睡觉的时候 就容易比如说 油脂分泌 包括脸部啊 头皮啊 容易让那个枕头上面 其实醒来的时候 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是口水吗 还是什么 就会有一些污渍在上面 好像我还好 这是我的困扰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真的是 对枕头的需求不太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在看我们活动的朋友 跟我一样 如果你有这方面困扰 我们孟杰给你设计了一个 更棒的一个黑科技 叫做三房 三房的零油的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枕头 它这个枕头是零卡无油枕 你猜猜看它可以干什么 三房 该不会是可以吃吧 无油枕好像可以很健康的饮食 不是 它只能是说防油 防水 然后还可以防污 所以刚刚我说到的 无论是头皮爱出油的 或者面部 或者是流口水的 还有就是容易就是睡完之后 自己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脏东西 在枕头上的 你都可以来使用它 因为它的面料也非常的速干 然后它也可以直接丢到洗衣机里面去清洗 非常方便 哇 这个真是高科技了 听说过零卡的实物 听说过零卡的枕头 还是无油的 确实是孟杰在不断的研究新的科技当中 确实是设身处地地想到大家在使用场景上有哪些需求 对 没错 其实就为了帮助大家获得更好的睡眠 在品牌的研发上做了很多的努力 对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零卡无油枕 两个不同的颜色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睡眠的需求 来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重点就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真正健康的安心的睡眠 因为睡眠真的太重要了 我看过一个战战拍的小片 讲的是一个人睡一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 是跟我们的这个床品在一起的 你自己在床品 今天我们分享这些黑科技当中 让你印象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印象深刻的感受 这么多新知识 就是可以把高科技融入到我们的床上用品里面 就是在我觉得大家现在的生活不仅是要重视平常的工作 其实更加要重视我们的睡眠健康和质量 是的 自己在平时工作的时候已经那么努力了 已经那么的内卷了 在睡觉的时候真正要给自己一个放松舒适的状态 然后好好的享受这很难得的宝贵的睡眠时间 让自己得到一个身心的放松 再次把这个冰杆被推荐给大家 盖好这床冰杆被 这就是盖好这条被子 你就能幸福一辈子 是不是 大家可以好好地感受一下这种清凉的夏天 好了 今天我们孟杰除了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棒的黑科技的新品之外呢 我们也给站站准备了一个小惊喜 马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场景 要和我们站站一起自在入梦 一起往那边一步 OK 来了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 孟杰特别为你打造的一个夏立营的一个夏日限定露营地 欢迎我们的站站看到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感觉 很梦幻 很梦幻 而且是真实的草地 但是现在我们还差一个仪式感的一个moment 我们要请站站帮我们来念一句口令 然后我们就有个亮灯仪式 好吧 没问题 点亮夏夜 清凉入梦 有了光 这个真的让人就有一种 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真的去到那个露营的地方 但是也算是过了一个影 而且看到这个绿草啊 然后包括这布置的环境 对 站站自己露营过吗 小时候 多小的时候 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是学校组织的那种嘛 对对对 在重庆的时候 什么样的感受 还有那个画面吗 什么样的感受 有看到星空吗 蓝天白云 大自然 泥土的芬芳 是的 那你自己觉得完美的露营需要哪些元素才算是完美的 需要元素 蓝天白云 蓝天白云 泥土的芬芳 就跟小时候一样 然后对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些昆虫 蚊 蚊子 来我们放昆虫 就有一种融入大自然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对而且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更喜欢去露营 但如果夏天露营 真的有昆虫的叫声啊 很厉害了 导演组用心了 加个鸡腿 而且其实感受到这种夏日的感觉之后 如果在露营的场地还能够有三加一的冰感亲肤面料 那是不是更加的舒适了 那就完美了 完美了 那就给你一个考题 今天在我们的身后有隐藏一些我们孟杰的三加一的冰感亲肤面料 你能感受到它在哪里吗 猜猜看 这不都是吗 这都是 刚刚我们的这个冰感背也在这 哇你想露营如果能盖上这个冰感背很舒服的 太开心了啊 夏天盖这也会很舒服 这里有一个抱枕 你目测它是冰感的吗 肯定啊 肯定是啊 这个也是非常舒适的一个 所以我们刚刚说这个三加一的面料真的可以广泛的运用起来 这一个很舒服的抱枕 不仅如此 还有呢 你可以随便逛一下 好吧 假装我们现在在露营 好不容易 那我就先放松一下 我就先睡一会儿 有请 这个也是 嗯 帐篷啊 对 这个 这个 冰蓝的这个颜色 嗯 它的帐篷的面料也是用了我们三加一的一个 亲肤的面料 没错了 确实很让人 我先把这个还给他 让人很舒适啊 而且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布置也是我们刚刚主题的这个浅云蓝色 让大家能够在视觉上有一种夏日的一个放松的陪伴 其实讲到这个夏日露营地啊 我们讲到孟杰一直给大家带来夏日好物的时候也非常提倡做这个很环保 像融入大自然 嗯 刚刚我们前面其实也说过有了这个冰杆背之后我们在呃晚上睡觉的时候建议大家其实可以有一个小小的举措 比如说把你家的空调温度从我们可能之前习惯的26摄氏度然后提高到28摄氏度 嗯 对 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变就其实对环境有一个帮助 没错 嗯 想想自己在这个呃环保啊包括在睡眠这件事情上面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我们的孟杰 对可能我之前做的不太好因为之前我调温度都调的比较低啊 但是有了这个孟杰三合一的这个面料之后呢我就可以做到保护环境啊 是的 从我做起 而且28度之后也不担心就是会感冒着凉的因为他确实不会担心他太热 因为我们有这个冰杆的这个冰杆背 嗯 让我们在28度的这个空调舒适其实没错也能够更加的舒适 其实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他们在夏天睡觉的时候不爱开空调 特别很多长辈 哦 对对对 嗯 他们可能会觉得空调有凉气会进入到身体 所以那这个时候怎么能够让自己睡得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 那也可以用我们孟杰的这个黑科技三加一的冰杆背 让你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更加温馨清凉入梦的感觉 没错 好了 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简短的一个小小的放松 体验了一下一个夏日露营的感觉 但确实现在大家在生活当中无论是环保啊 还是更健康的生活都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请站站给所有的朋友们一些生活上的寄语 好 我希望大家在追求健康生活的同时也可以为环保和大自然出一份力 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我们这生活的生态环境的一份子 然后都应该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是的 一起来守护我们爱护这个美好的大自然 今天很开心哦 孟杰的新品发布会上跟我们代言人肖战一起分享了这么多黑科技的秘密 然后更重要的是让大家一起关注睡眠关注我们的生活质量 那其实我发现站站你跟梦是很有缘分 之前的话剧如梦之梦 然后现在在拍的剧叫梦中的那片 梦中的那片海 然后今天又是我们梦杰的新品发布会 所以最后要不要祝大家 好梦 好梦 最后再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结束语吧 好 那就祝大家晚安 好梦 拜拜 谢谢站站 拜拜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休息一下 谢谢 今天我们的